同学们,你们好,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王磊老师,很高兴跟你们一起学习汉语语法。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语法是结果补语。 同学们,你们看,桌子上有一杯水。 大卫来了,他开始喝水。 杯子里还有水吗? 杯子里的水大卫喝完了。 大卫去踢球了,他的衣服干净吗? 大卫在房间里洗衣服。 你们看,现在他的衣服干净吗? 衣服大卫洗干净了。 大卫去问路。 请问北京语言大学怎么走? 你从这里往前走,大概走五百米,到了十字路口往右拐。 走一百多米,北语就在路左边。 中国朋友说得很快,他听懂了吗? 大卫没听懂。 今天我们学习的语法,喝完,洗干净,听懂。 前边是一个动语,后边是动词或者形容词。 如果是否定句,第一个动词的前边要用没或者没有。 没有。 好,现在请同学们看动画视频,开始做练习。 。 同学们,今天学习的语法 在生活中是怎么用的呢? 请看下面的短片 这次考试有点难 是啊,问题也有点多 时间到了,我还有几个问题 没做完呢 明天还有定理考试 你准备好了吗? 我觉得准备好了 可是能不能考好 我就不知道了 那今天就别准备了 吃好,睡好 明天就考好了 好 同学们,今天的语法 你们学会了吗? 非常感谢你们跟我一起学习 再见